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苏贤 我是缺領太 在今天一開始的话 同样从欧美股市的关心一下下 尤其在美国市场方面的话 这个震荡里头 昨天收了黑 而且是一个小黑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开盘之后 虽然开梯结果走高之后 马上出现比较激烈的震荡 看起来有点像台北股市 结果最后收盘的话 是下跌了40点 我们把现行叫出来看一下下 在日K的部分 依然在这个非常瑕福的位置 出现了震荡 那么我们所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出现回测力量 或者是破低破底的格局 更能出现了在道琼 NASDA部分的话 也来看一下下 相关的科技类估身上 当然在今天盘中 一度下沙力道比较强 结果收了一个小小的低盘 特别的地方 我们要提醒给大家 每每在美国中央大选辩论过后 从美美的拉抬 就涨幅越来越落后 到昨天变成是一个逆势下跌 另外一点 盘后盘的表现部分的话 有几个极端跟着出现了 首先先来看一下微软的部分 在微软 在整个活力程度还不错 虽然下跌 可是美股在微软盘后盘部分的话 却是逆势上涨 是大涨将近是有5%之多 这里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云端的概念 那么细节等一下 点赞就会提醒给大家 再来看到超微的部分 超微的部分的话 在盘后盘的部分 结果却是一个 比较逆势走跌的一个情况 也特别提醒给大家 当然这里头我们所感受到 在盘后盘的表现里头 越来越为极端 毕竟财报陆陆续在公布 还记得吗 我们一而再再三提醒给大家 高盛证券他怎么说 他说现阶段财报的数字里头 很多担心所谓的会计压力 丁太兄丁您是什么 好我们真的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微软盘后 是涨了5%了 那你看那个内容 刚才述前跟大家报告 是因为云端的这一块 那以往微软跟 微软在微软十年前 跟台股的电子股联动性很高 后来苹果崛起了 那微软就 以前微软有做过手机那些 就慢慢讨 都卖出去 切割出去的 都不要了 他现在全新在云端这一块 事实上我们来看微软的财报 他是比去年衰退的 他获利只比年衰退 只是他比分析师预估的好一些 那是因为在云端的这一块 他还是跟你讲 特别在云端这一块 那当然这个到四季 到第四季的时候 微软就会不会怎么样 因为就很明显的 他那个汇损 就会在第四季大量出现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 那我们再提微软的时候 就是说 微软以前跟台股联动性最高 有时候在PS4 也就是游戏机这一块 以前的带动 建策什么都飙翻天 那现在这一块他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更没有说明有宝可梦 那边都轮不到他 都很弱了 那我唯一要跟大家讲的 一个重点就是说 那微软跟台湾的联动不高 就好像你过来几天 你公布这脸书 也是相当好 Google大概也都不错 但基本上这些 跟台湾都没有联动性 跟台湾有联动性的是什么 是Intel 所以今天盘购的 AMD超微 它也是半导体 Intel 你看Intel的日K线股价 就很明显了 它是破线之后 你看 它没有上去 以前它公布财报不好的时候 第二三两三天之后就冲上去了 那这一次是事实 破线跳空 然后那个 基本上那就是 连线型都破的话 那叫断头缺口 我跟大家说 断头缺口是没得救的 那Intel这样子 那么超微也这样子 你直接联动到 就是备半这个部分 那备半这个部分 影响就大了 就跟台北 这是真的 跟台北股市联动的 你刚开始看到Intel 还觉得说 会不会是个小意外 那你现在看到AMD超微也这样的话 你紧接性就要高 这个能够解释 就是台积电最近也不怎么样的 那外资货的席位也多担 挖到没担挖 挖去台朔 台化 挖到那些 连那些100年 没担当 远东西 以前叫 远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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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挖起来 这个都是为了指数 所以 这个不好玩的情况 会慢慢的发生 那谈到美国股市的话 我们再回到道琼 我们再跟大家讲 这个苏贤刚才 已经跟大家提到说 道琼 之前那些辩论会员就挖起来 是 长反而杀尾盘 那你看到希拉蕊的民调 好像52比39 这CNN的民调 可是你有没有观察到 三次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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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希拉蕊是从第一次60几 到57 到52 很有玄机 那堪萨斯 这一档股票 堪萨斯南方铁路 如果是他的指标股的话 反而跌下 他跌下 表示说川普并不怎么 并不是太弱势 大家要注意 包括川普昨天都还跟你讲说 那大选我赢了我就承认 那如果我输了 那就真坏说 怎么算变成这样 美国大概这两百多年 就是遇到这种很让意外的说法都出现 这个有时候民粹的力量 你看这段时间你一直指责川普说 你不尊重女性 乱讲话 还有一些情色的问题 他还是 他还是照这样子 依然顾我 他没在管理 这个很有趣 我们这个当然 在没多久下个月初 大概两三个礼拜答案就有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三次辩论希拉蕊的民调是逐次下降 我说辩论会的民调 不是他现在公布的民调 是因为他辩论会之后的 这个很有趣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 这个美国股市的内容 是 我们的客户一样 我们永远转贴 因为全市场转贴就得软体很多 那软体大概就是大概 所有在讲软体的90%都在讲期货这个部分 当然一个软体不会只有期货 不会只有期货 期货很多 哪一套软体没有期货你告诉我 我们做得更精致更精湛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只是说黑老师刚敢讲不敢讲 他如果觉得今天一分钟线比较好 他就用一分钟线 他如果今天觉得一分钟线好像不准 他就用五分钟线 他如果都不准 他就趕快拿着三十分钟 就好像我们经常看指数 以前有一个老师很有名二十几年前 他经常用那个台湾国语 说入线看不懂就看左线 那个左线看不懂就看A线 台湾国语 以前就是这样 每个老师会提供他今天比较有把握的解盘方 软体也这样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你尽量 你如果做多的 找一堆大多头的股票 给大家看 投資朋友我这个都破账很多 那我说我们看东西要看门道 好 那我们这软体最大的特色就是 早上七点多 七点多的时候 七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有国际股市相关资讯的内容 那来看 昨天股市大家 你看最近就是很新的 你也很煩 大家也很煩 外资也很煩 讲真的 0.1 0.2 这是要做的 这是要做的 你说不是总统最后大选完 其他人现在说已经躺着选了 甘安 甘安 看一看 昨天最大的特色是原油 跌了2%多 这也没有造成美国 也是美股稍微沙尾盘的一个主因 其他都变化 幾乎都停在这边 黄金 日元 那比较明显是欧元 开始出现强烈的贬值 我再强调 你看这几天 虽然那个报价还在上扬 可是 从美股的太阳人昨天也遇不怎么样 那你慢慢看到 国内太阳人昨天开高 杀下来 我再强调 市场上隐隐约约 还是非常担心 欧元的贬值的话 还是未来会影响太阳人的报价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太阳人昨天开高 是让你卖的 我昨天还在这边跟大家讲 不是让你去追的 好 其他都变化不大 那最主要 昨天生技股也涨上来撑住 你看 美国股市在高涨成你 生技股涨的话 那苹果就怎么样 就跌下来了 每天都没有变 都没有变 我们再来看看 那除了这一块的话 那当然你要注意人民币 人民币最近 这个越来越 越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 好 苹果的股价 就小跌了 苹果在下个礼拜 10月27号 会公布财报 这个要注意 目前当然这个 华尔街的评估 是认为它第三季 手机会掉下调 大概四千五百万支 下调 往下销售会减少 那当然就是因为它那个新计压 在九月份才推出来 所以还没有影响到 还没有影响到 不过看它怎么报告 其他部分都没有动 你看 都是零点几 Google零点几 都是零点几 有没有看到 让我们往下照一下 好 Tesla昨天 看到底下Tesla 注意 Tesla最近美国股市 这个在美国市场上 争议就是 就是福特下修 那美国七年 美国七年来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车子销售的话 已经到告一个段落了 多头已经结束了 现在很明显 那所有的车用都在跌 那美国股市内容 都没有什么变 这个Tesla 都跌了2%多 那其他都是 都零点几 零点几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 几乎是平盘 可能大家 大家看完这辩论会之后 干脆去睡觉好了 那没什么 那我最主要讲这个 以往 这个民调完的时候 这个都冲上去 因为希拉蕊 民调很强 那昨天希拉蕊 还不错 52% 那为什么 这个川普概念 这个跌下来就是有利川普 就表示川普甚至 有点上来的感觉 1.5 这个 就稍微留意一下 那其他的 这个部分 包括我们欧阳的部分 是 好 我们一起来掌握一下下 在欧洲央行部分 有些比较积极的动作 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欧洲央行 在德拉奇的部分 总裁他的谈话的重点 重点在哪里 他说暗示着展颜QE 德拉奇说不太可能突然性结束QE 本讲的没什么可能 展颜QE欧阳将无债可买 真的是这样子吗 德拉奇说没有面对购债稀缺的问题 没缺 那么外资圈如何解读 现在看到法国巴黎银行部分 他说期待欧洲央行端出牛肉 但是很困难 也就是说 欧洲央行要端牛肉的话 恐怕更困难 这可能也是一个 股贵性的效应 当然 你如果问到美国升息 现在是必然的走势 你升息到欧洲央行就不休再降息 什么粒粒子 购债的部分 现在还含糊其辞 我看也是你看美国大选 大家再来 结论是如何再说 好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亚洲市场上 这个走势如何 那么亚洲市场方面的话 的确今天又是一个开高的情况 日经开注小高盘 上涨了31点 弹幅在0.18个百分点 来看一下 在南韩方面 在韩国股市部分 是一个开高震荡走低 跌幅在0.34个百分点 虽然压力并非震得很大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重点 对 你不要最近中小型股 上个礼拜是融资多杀多 杀了一阵子 这个礼拜就会震荡 我说我们是完全做空的 指数跟着指标30分钟 然后把方向取决之后 你要三分钟五分钟现在都可以做 这个有空我们再跟大家详解 但个股道是全面做空 有空有补拉高再空 那上个礼拜因为融资多杀 先跌一波 那你就等到弹上来 你就回补掉等到弹上来 继续空 那下个接下来你就会来到月底前 现在开始注意 有44万张的增资股要出容 那都是集中在中小型股身上 你真的要注意了 贵买震荡的话可能要加剧 还有不要忘了月底还有一个消息面 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就是许金龙的热身的事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节目现场 专业让华信投雇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南港一半假有新就有家 超级花园完美落成 天品度假花园 自备九十万起买房盘装房 全民轻松有家 超级花园 Blow it up Blow it up 操控乐趣随你驾驭 Yes you are the focus Ford Focus 智能影音版 现实限量六十五万九 行动要快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 每个细节都要用心 但墙上的油漆呢 红牌全校乳胶漆 采用Detect Mode单体趣味科技 不含人工香精 油漆没有味道 自然健康 红牌乳胶漆 台方考语期间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 可以查询淹水警戒 还可以及时掌握 最新的水库泄洪 和核拆水位资讯 快上水利署防灾资讯网 或下载行动水勤APP 水勤状况早知道 防灾准备先做好 在上个阶段当中的话 鼎害兄留了一个伏笔 从美国企业开始的话 有一些面对汇损的压力 所以财报分分出炉 盘后盘的表现的话 有人开始大跌了一个情况 像今天目前为止的AMD部分 就是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 台北股市同样也要面对 可能有些财报汇损的一个压力 这一点要特别提醒给大家 再一点 刚刚也留了一个伏笔 这个许金融的案子 在扩散当中 甚至于在刚刚壮行提的部分 有一些资资股也要出容 这些都是稍后要特别来追一下 我们鼎害兄的重点所在 理用一点的时间再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要推出重磅级的节目 什么意思呢 早上8点钟开始的话 鼎害兄打第一棒 国际聚焦的开始 8点半你不可不知的一些 焦点新闻 以及在8点45分 这个期货操盘 关键你该看什么 或开盘前6分钟的话 这个独家多条件选股 都要提醒给大家 最重要的是 最新创举盘中 我最准 盘中我最准 我们如果看到股价正在拉 正在杀 停3分钟 我们预告 马上预告3分钟之后的话 联系给鼎台兄 鼎台兄的话 有些个别的杀得一塌糊涂 那个时候到底要不要回补 还是说这个标股 这个利控股票 有没有第二党 这样的关键性的议题 好 投资朋友 我们先看这 那这礼拜的新增股 要出来都在小型股 震荡加剧 要注意有震荡加剧 那我呼应刚才这个 苏权所讲的话 你的股票旁突然间急殺 投资人你会慌了手脚 是 一般的你现在看到自己的 手上股票跌的话 如果你有参加会员的话 一定在看电话给你老师 是 你买高货 大家都露到现在要怎么办 真的 真的吗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第一个就很急 急怎么办呢 我相信 我需要投资人 你第一个直觉 现在如果邱老师出来 跟我们说一下 不知道多少钱 而且这张股票 本来就是邱老师 当时看空的股票 看空的股票真的跌下来 有没有救 对 我们现在 大家需要 我们是金融服务业 就是要服务大家 最及时 最及时打中这个命脉 人家就说 现在没法努力 我们减了一些 还是说你有空担 你也可以再续报 那就多赚一点 那我说金融是 我说实在是 都算钱的 分秒必争 真的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我也很赞成 那个 苏杰当初一找我 就说 我能够帮忙大家的 我一定要去做 是 我们做这个做二十多年 要三十年了 我觉得投资朋友 就是说 因为比较盲目 因为你不够客观 你就比较紧张 紧张之后 马上即使得到解决的话 我觉得 我很欣赏说 这个三立台湾这个创局 我们这个三立台湾 一些分析师都很棒 像陈奥匈 有些个股他也是很飙 当然我还强调 自己補才不会超错 对吧 我说实在 我是很会看空的 所以我看空的股票 我会跟你讲说 这里回补拉高再空 那你把整个空 未来真的大空头 把它做起来 所以每一个时段 千万不要错过 等一下十点十分 等一下十点十分 那一样啊 这个礼拜增资股 如果有些震荡很大的话 是假跌破还是真跌破 大家就要留意了 因为新增资股 一定会对市场上有所影响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我说过 那当然我还是强调 导书朋友 有很多管道可以找到我 来我们的脸书 我们的脸书 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不公开社团 那因为 我说过 我一早也都要先看一下 你的脸书 因为什么 你要知道国际的卖动 到底怎么样 还有很多股票 为什么是不公开 一定有好处的 一定有好处 因为有些 我来说过去年 万点看了七千月 我就被封锁了 我没有怨谁 我不怨谁 那我们只好说 改旋益策 让你看看 有个消息面在哪裡 盘中上面消息面 外资评论报告一大堆 现在失败不公 现在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三立财产要盘中重磅 来分析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有其实的讯息 失败不公 比的是 不是KDRS那种东西 比的是什么 你能够掌握第一手讯息 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欢迎 非常欢迎 好 那么今天的指数 大涨 最后 涨到传产 龙头 涨到传产 就是最后接棒 注意 那会贴了 美国过期不然 你刚才看到美国股市 那个 龙头 那个鸟样子 就知道说大概就是要分出胜负了 那我们先回到 回过来 希臘如果胜险的话 最伤的就是生计股 导致朋友 你有生计股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生计股 如果你有生计股 你真的要赶快来找我 我们看一下 生计股 你看我说过 这个技术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这个地方是 是整个大头部 大头部的形成 那照理说 我们说当初遇到 那个解盲失败 他弹上来 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颈线 那穿过这个颈线 这个我把它形容 当初跌到这里 就出现破底翻 这个就是破底翻 你不要以为 这破底翻长了一倍 长上来 长了快一倍 长了一倍 然后再形成头部 那这个地方 这个当然是因为 这里面看不到 比较 我图里面说 在这里有出现一个断头缺口 断头缺口 我经常说断头缺口 我们就没得救 然后再跌到这里 前两天刚好跌到这一个点 跌到这个点 没有破 没有破是真的还假的 这两天又来了 又下来了 下来了 这个大头部 你要知道西拉蕊 西拉蕊如果当选的话 那大家会很麻烦 因为这个生计股这一块 霍尔街那些分析师 我早上跟大家说 那些生计分析师 大家说 喊声壮胆 没关系 没关系 他如果当总统 他一定会立法 这不是真好笑的 这 话声说 不用怕不用怕 其实心来很害怕 你知道意思吗 这人都这样 不用怕不用怕 心来很害怕 现在康头 隔着股票落到离离落 老师就跟你说 不用怕不用怕 其实心来很害怕 我不敢心来很害怕 股价跌是事实 来再看一下 这志勤 你看看 台义公真夭壮 你看看 你看看这支 那天有一个大力多 说欧美的认证来 就这支 藏黑棒 开高 跳空开高 你说这些赞 其实你出货 实在出货 你看看 底下爆量出货 那昨天把前一天 把那个上涨的前一天 的低点都破了 这样大家听懂 所以这个叫做 万般拉台只未出 万般拉台只未出 生计股有好几档 中量级的股票 总共要出事了 我在等你的 你一定要我帮 我亲自帮你回电 你有持股 我帮你做诊断 尤其生计这一块 金仁钢 将会有一个让你 尤其下礼拜让你 那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 因为有一个美国 今天盘后一个 美国的生计股是大涨的 那今天拉台 美国生计股 如果今天还拉不上去的话 下礼拜 全世界的生计股 就已经相当确认说 希拉蕊的选情大好 所以才会有力行 制行刚才那些 那些动作 当然我帮你做回答的问题 的话 不会只有生计股 甚至你想要 想要做空什么股票 我都会 会跟你好好地讲 这个没有关系 有钱大家赚 我们是贪钱 你不是贪我的钱 我们在烦恼什么 我在烦恼什么 是不是这么说 好 胜利 腰股 昨天又开始出现了 所以前人家 我们稍微照到这里来一下 前几天有一个 有一个差1%涨停流上引线 你看最近都这样子 你看 差1%涨停流上引线 结果被人家出货 你看 头部 所以我一点不担心啊 那我们还是空在这个 我们再一次空到这附近 再空一次 昨天又破了前坡低点了 那这个再破的话 就没得救了 那两个阶段的空 我说这两条平行线 是很重要的 这个至少我们赚了五六成了 摊到自己都不 我都算了 我到底摊多少个这支的空拌 腰股还有这支 以前还有这腰股 好 你看技术 技术面如果你 你这个学到家 学到家 就是这样 除了你知道基本面的变化 再加上一些技术面 你看 头部形成两个光卡 没得救 真的没得救 要急杀这里 但是急杀中一定会反弹 你看 这个地方 又过不去了 又过不去了 那如果是这个模式的话 这个地方会来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破的话 你把整个架构越拉越远 你测量的幅度就越来越大 不会天天跌 跌到一个光卡 就弹上来一下 那继续在这样 那你啊 急杀到那个测量算出来 那个回补掉 拉高端的位置 锅子夾下去 这就是做股票奥妙 这样很刺激 好 我去演讲 当时的朋友 把我偷偷拉到旁边去 问我这档股票 他说老师 我知道你扛这支股票 我知道你扛这支股票 他跟我说老师 老师 有人说要大涨 这支要大涨 你看你 其实 因为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方便讲 他比较偏多 所以可能他的股票也在里面 被他跌下来 他说有人在喊他 怎么样 多好多好 什么什么频道 在讲他 多好 说他众 翻身 我们一大堆 老师 你不要抗他 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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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 不好意思 跟他讲 但是我讲了 跟各位投资人讲了一句话说 很多人 就因为 这些东西 然后拉高 再怎么样 出货 你不要被主力出货了 我们来看看 看看我们的软体的这个联雅这档股票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 这里 你看这里 这里我们显示的 显示的这里是图形怎么讲 反手做空 反手做空 有空 老师你这图形对 有空 你要补要 因为他会反弹 有补 反手做空 拉高再空 再补 你这里不堵 你这一段就辛苦了 对不对 那这里再空 前一段时间我跟讲 今日在起跌 10月3号的时候 昨天再破底 这样 主力拉高再出货 所以那个 红杉的棒处理 给你 抹到的人说 破 不买人快去买 就拉高出货 自行 自行不就是这样吗 前几天的那个 差一档 差一趴就涨停了 胜利不就是这样 昨天又开始破了 你 你 说实在你 破那边编 因为有些东西我真的不方便讲 我真的不方便讲 像我们这个邻居 有没有 你看这个两个阶段的图形破了 越来就越难看 越来就越难看 红参也是啊 融资还在八成多 空师亏损 刚好来到这个关卡 你要不要做动作随便 核大也是 核大你看看 Tesla昨天又跌破 我刚才你看Tesla昨天又跌了2%多 前天涨上了200 又回到200以下了 你注意 Tesla这个都不对 基本面不是很好 我们照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断头缺口 断头缺口 一般出现三天之内 一定要涨上来 就看这些两天 它能不能涨 它涨不上来 下个礼拜还有一些跌幅 这个大家 大家心里要注意说 你搭配技术面来看的话 你做的会很精彩 推撞科也是 看样子 这个就是有点像断头缺口 这断头缺口 这个断头缺口就很麻烦了 麻烦了 会撞科 那大家不是今年以来说 外资一直买反夹 你看 第二关跌破了 第二关跌破了 第二关跌破 上瘟呢 长线大空头已经引然出现了 这个叫上瘟 茂莲 你看看 何大智丸就茂莲嘛 你看茂莲利多天天有 奇迹你看 这个就是这样子 奇迹也是啊 巨洋啊 这个图形就精彩了 这个不能破 这个破的话表示说 他真的符合这个 这个市场上啊 对美国这种纺织类股的看法 北国类股纺织类股 台药也是 你看我们每天讲的都是 有些是我们空单 有些是市场上开始在跌的股票 你懂我意思吗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这样 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我说今天如果你有 手中有任何持股的问题啊 来帮我们照一下 老师会亲自帮你做回电 赶快赶快来 我就觉得这个关键时间点 那一样哦 欢迎投资朋友 你来自会高安来探集 那这一两天啊 因为财报慢慢公布到尾声了 美国财报 我们准备在新一轮的空单 因为之前上个礼拜 急杀回不掉 拉高 我们这一两天又有新的空单出现 欢迎你赶快跟我们联络来 做回来探大集 谢谢 好 非常谢谢鼎太兄 持续10点10分 请你持续所定 我们再会 谢谢